你好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昨天海洋委员会主管管毕临指出了 新建海资馆县府是否已取得土地将是最大的问题 而29号花莲县府发出新闻稿指出 111年3月与台湾广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MOU 共同推动花莲港区土地活化与观光发展的合作备忘录 并就国家海洋研究院海洋资源博物馆选址花莲港东工地 规划用地约7.4公顷 新建期7年总投资规模达到32.9亿元 昨日海洋委员会主委管毕临率团访问花莲 在会中也谈及了国家海洋研究院海洋资源博物馆的进展 并且表示土地拨用如果没有问题 海委会将会支持海资馆的新建 海洋研究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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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今日花蓮縣政府就指出 國家海洋研究院海洋資源博物館 選址花蓮港東工地 並且規劃用地7.4公頃新建7年 其中包括航港局土地5.2公頃 以及花蓮縣政府土地2.2公頃 總投資規模達到32.9億 花蓮縣政府表示 感謝海委會大力的支持 花蓮海洋資源博物館的新建 土地的博物用程序繁瑣 花蓮縣政府與航港局簽署備忘入後 皆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 期盼地方與中央攜手共同打造 海洋產業孵化的基地 記者凌結 花蓮縣採訪報道